主席 本院裡面是行政官員可以在對於委員的質詢是可以拍桌的 剛才有誰拍桌 你剛才那個主記長你不是拍嗎 我說我沒有 主記長 不管任何的原因 就是不可以拍桌 再拍桌誰任何拍桌我就把你 我就把你驅逐 離開這個會場 好嗎 謝謝主席 像話嗎真是 囂張成這個程度 主席長你需要用那麼大聲嗎 是攤 你需要用那麼大聲嗎 好抱歉 委員好 委員好 我第一個在我們進到今天主題之前 我要藉今天這樣機會先請教一下這個內任部 我們看到這次的這個災情其實蠻嚴重的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中央發佈的是這個一級 和台北市是三級 現在是怎麼樣 是中央跟地方不同調是嗎 然後也不溝通 跟委員說明 本來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講重點好不好 中央會綜合各個災情的狀況 不是你現在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現在這句話說明給委員知道 30秒講完齁 地方政府 幾級的開設是由地方的首長自己去決定的 所以是就是地方的錯是不是 這是地方首長自己去決定 所以中央跟地方之間不用協調 原來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是幾級的開設 本來就是由現市首長 現在內湖的災情慘重跟中央有沒有關係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所有的災害發生 中央都會去來跟地方保持聯繫跟合作 那為什麼會聯繫成一級跟三級之差 然後就是台灣人民的 台北市 我現在請教你就是說 是地方的問題 那我們就去找地方嘛 就是說中央跟地方之間不溝通的 我跟委員說明的很清楚 地方的災害應變中心的成立 三級二級一級 不要浪費時間了 就是有地方的首長來做決定 如果我聽到的意思 你就是指責地方沒有盡責任而已 委員這樣子問 然後來詮釋我的話語 我覺得不公平 那如果不是地方就是中央嘛 我說得很清楚 地方的災害應變中心 就是有地方的首長來做決定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指責的 中央有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來決定 所以你不用負責啦 我聽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問題要請教的 就是那個 衛福部的那個EUA 衛福部的EUA 衛福部的EUA的 你跟全球都不一樣的情形 全球都是公開透明嘛 那只有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衛福部 對EUA的部分 不管立法院的委員 怎麼樣子要求呢 但實際上面來講 你就是 就是決定他要黑箱 決定他不公開 這個決策是誰做的啊 這哪有不公開透明 是啊 那本來 本來五月二十八號草野協商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現場草野協商就要求EUA的時候應該要錄影 你錄影了沒有 對啊 那個不是EUA錄影的問題 不是 那是你的感覺啊 現在委員的要求 五月二十八號我也在現場啊 那個不是EUA 立法委員要求你在審EUA的時候應該要公開透明 但是你決定要黑箱的這個決策是誰做的 這個本來就是會公開的 誰做的決策嘛 沒有說誰做決策 誰做的決策不需要錄影 然後不需要有紀錄 是誰做的決策 沒有說沒有 誰做的決策啊 我的問題是誰做的決策 那就沒有這回事啊 那你是錄影錄了嗎 對不對 你是錄影錄了 我們是錄影或錄音 那錄影跟錄音都有 或者是其中一個有 你現在的答案是這樣子是不是 有錄影沒有錄影 是不是這樣子 那當初誰做的決定 好沒關係你現在不做答案 這會紀錄也有啦 錄影錄音誰做的決定嗎 誰主持的會議嗎 陳時中陳前部長組的 所以一定是錄影或錄音 我們是用錄音 好誰做的決定嗎 你總會當時 就像剛公司開股東會開董事會也是一樣啊 誰做的決定嗎 是陳前部長做的決定 還是誰做的決定 當時的主席來做決定 好當時的主席是誰嘛 你們兩位都不知道當時決定的這一位主席是誰 沒關係 那你們兩個去討論 討論完之後再上來 我們先進到今天的主題 待會在我結束之前還是要回答 不要老是用這個閃躲的壞習慣 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主席長啊 我們的財政紀律 本來這應該問財政部啦 但是你每次出來的這個答案呢 其實都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就請教你 我們上面講我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呢 它必須是要靈機預算嘛 然後它應該要維持適度的支出 還有稅入稅出的短缺呢 它也要嚴格的控管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以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的這個稅入的金額 是較上一年度增加了12.8% 稅出增加了20.8% 這個符合財政紀律嗎 所謂的聯機是指個別計劃 沒有啦 那你就不要講聯機沒有關係 我幫你舉了例 稅入稅出差額 要嚴格控管 有沒有符合財政紀律嗎 有還是沒有 我們當然有啊 對不對 你就是即便你的增加20% 然後比12% 你也認為有 所以這個也證明張子眼睛說瞎話 你也是厲害 下一個我要請教的問題 就是大內宣的問題 大內宣的問題 主席啊 在本院裡面是 現在時間暫停 本院裡面是 行政官員可以 在對於委員的質詢 是可以拍桌的是嗎 剛才有誰拍桌 你剛才那個主記長 你不是拍嗎 我說我沒有 主記長 不管任何的原因 就是不可以拍桌 在拍桌 誰任何拍桌 我就把你 我就把你驅逐 離開這個會場 好嗎 謝謝主席 像話嗎真是 囂張成這個程度 我跟你講我站在這裡並不是 我站在這裡不是代表我自己 你對我再怎麼樣不滿 我代表民意 民間有的疑問 我提出來 民間的疑問 你對我不滿 是你對民間不滿 我要請教大內宣的大傻逼 同樣是主記長 大內宣裡面 我們看這一次的基礎建設裡面呢 對於媒體的政策呢 編了兩億多 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啊 已經執行到現在為止 第三期已經六年了 現在是第四期 大內宣有什麼樣的必要性 它跟基礎建設有什麼樣的關聯 我請問你 你這個兩億多的錢啊 一盒便當一百塊錢 它就可以買兩百萬盒的便當 低收入的人 我們現在有三十萬人 所以兩億元 他可以讓這些的低收入人 他可以吃飽六餐耶 你今天要做大內宣的必要性 在哪裡 請說明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 做了哪些項目 都在那個預算 我請教你 大內宣 跟基礎建設有什麼關聯啊 大內宣跟基礎建設有什麼關聯啊 像那個 那個課委會 他要辦一些 三六九的一些活動 到啊 那些都會是說 寫在上面 你還真能扯啦 你還真能扯 我沒有扯 都寫在一段書上 今天把錢都花在 我們再回到下一個問題 全民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低收入戶錢 已經沒辦法溫飽了 你居然把這個錢 花在這個大內外宣 是因為選舉嗎 是因為選舉嗎 這完全跟選舉沒有關係 那很好 很好 那你為什麼不把這個錢 給低收入戶吃 吃 有個溫飽呢 我們下一個問題要請教 就國在中啊 我還是覺得說 我昨天總質詢還好講了一下 總質詢講了一下呢 我們就看到就是 國在中好歹 本來從今年六月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數字呢 是二十六點六 每一個人肩負的國在中 二十六點六 還好那個禮拜二 這個總質詢完之後 欸你們馬上就還了 欸很好 好事 因為只要有改進就是好事 所以我們看到 十月十八號總質詢完之後 你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然後講說到十月底呢 它可以降到二四點七 好事 那以後我要拜託我們的委員呢 立法院的委員呢 常常講 三不五時就講 因為這樣可以把我們 國人的國在中往下降 我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欸奇怪了 你的這個 這個一百一十二年 這個總預算 這個是 主席長 這個不是假的吧 這個是送到每個委員手上的 這個東西 怎麼搞得到了你預算的話 如果你是按照你在總質詢的時候的承諾 如果你是還債還最多的 那為什麼到一百一十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每個人的國債中會上升到二十八點七萬呢 這個 說說看吧 再掰吧 那個七百一十二年度的預算數 我們現在送來的是 是預算數啊 那你的預算數可以隨便編嗎 如果你的執行跟你的預算是不一致 你現在講 那你最起碼給總局長給我一個承諾 在你任內的時候 在你任內的時候 國債中 絕對不會再超過 你今天十月 你說十月可以降到二十四點七 不會再超過二十四點七 在你任內喔 這個我沒有辦法承諾 你沒有辦法承諾 我現在告訴人民的就是 借著債務增加的數額 不會比前朝多 謝謝 沙謊 時間再停一下好了 嗯 主席長 你需要用那麼大聲嗎 是 是他 你需要用那麼大聲嗎 好 抱歉 可見我們的行政官員 對於民意 不准提問題 你說什麼 民間就得買單 我們再去看一下 你在編特別預算的時候 有多荒唐 經常性的支出 可以編在特別預算裡面嗎 我跟委員幫忙講 經常性的支出 你的經常性支出佔了兩成 對 我看了你出來編的預算佔了兩成 你經常性的支出可以 我必須說明一下 有些必須要向計畫的審核 必須請專家來審核 這個就是屬於一個經常支出 你掰 我讓你掰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 交通部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交通部 我們看一下衛福好了 你剛剛那個預算 我請問一下 你蓋大樓算哪門子的前瞻嗎 衛福部 你蓋大樓算哪門子的前瞻呢 這個 國家 國家擠的實驗 蓋平常的大樓 他不能夠在你的總預算裡面編 他一定要編在特別預算裡面用舉債的方式 剛才為什麼主記長不敢承諾 國債中 昨天我質詢的時候做個樣子 降回來到24.7 我只要你很卑微的承諾 你既然 不要讓再留子孫 那你不難到可以做一個承諾 我還沒講 我說講 你的任內支 你的任內不會超過24.7 為什麼不行呢 你應該越降越低啊 你不是剛才講說是史上還債最高的嗎 不會比前朝多 好 因為時間到 那我再舉一個例 交通部的部分 這很好笑啊 大家把總預算 該編在總預算的全部都挪到特別預算 交通部你的數位建設 沒人說數位建設不應該 你的總預算編了 你的特別預算也編了 你的特別預算裡面編了3億多 你看看你總預算裡面編了多少的錢 這荒唐嘛 這整個政府就荒唐 花老百姓的錢 花得像流水一樣 你有沒有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啊 有沒有在乎 因為時間到 我要特別拜託 今天真的 不要為了你的政黨啦 今天為了全民啦 為了全民啦 為了我們的後代子孫 好歹不能夠建設 也不要再留子孫 以上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